新赛季CBA比赛即将拉开帷幕,10月6日晚上19点35,迎来了一场焦点比赛,未免冠军辽宁南篮对阵深圳南篮,虽然只是一场季前赛,但是足够让期待已久的广大篮球迷充满了期待。 对阵双方实力比较强劲,新赛季都有机会杀入四强,所以这场对决也充满了看点。 辽宁南篮张震林因伤缺阵,小前锋位置上谁能限制住周鹏的发挥。 周鹏在广东队时几次总决赛让辽宁南篮封线吃尽了苦头,直到上个赛季张震林的彻底崛起,才将广东南篮封线压制下去,而且直接将广东封线打散。 新赛季周鹏和功勋外援威姆斯都被放弃投奔了新的球队。 但是周鹏还是很有能力的,这场比赛张震林不在,辽宁封线谁能限制住周鹏成为一大探点。 随着周鹏的到来深圳队拥有了周鹏、顾全和赫西宁三大国手封线,其封线的实力在整个联盟都是顶级的。 而辽宁虽然也拥有张震林、富豪、从明晨等好手,但总的来说对比深圳队的豪华封线还是略差一筹的。 辽宁南兰大外援莫兰德暂时没有归队,韩德军和李小旭的玄冥二老组合加上富豪,能否限制住沈子杰和萨林杰的内线组合将是一大探点,也是检验辽宁南兰本土内线的能力。 尤其是萨林杰这个大杀器,本场对绝江非常考验辽宁南兰的内线。 由于莫兰德和贾卡尔两名外援没有到位,辽宁南兰继前赛和第一阶段的比赛都是由福格单外援作战。 面对深圳南兰的比赛,对方拥有双外援布克和萨林杰,这两名外援上赛季就在深圳南兰效力,与队友之间的配合也是非常默契。 所以,辽宁南兰只有单外援福格出战,在人员轮换方面,辽宁南兰在外援方面比较吃亏。 相比较而言,辽宁南兰在后防线优势明显,这也是杨明打开局面的突破口。 我们都知道萨林杰是一个实力很强的大外援,上赛季场均能拿到27.3分,13个篮板,4次助攻,1.5个抢断和泰尔各盖帽,3分命中率达40.5%,总命中率达54.7%,简直是神一般存在。 而辽宁队也保留了上赛季的福格与莫兰德,但莫兰德因想加薪闹脾气尚未归队,新签外援桑普森还没有到来,因而本场比赛辽宁队只有福格单外援,所以在外援方面深圳无疑会比辽宁更优,甚至可以说深圳完胜辽宁。 李春江之子李金龙能否受到新任主帅王建军的重用也是一大探点。 在李春江离开浙江广沙南篮后,上个赛季李金龙也离开了球队投奔了郭世强的广州南篮,但是在球队并未获得重用。 新赛季又加盟了深圳南篮,有李春江在,大家都要给他一点面子,李金龙不至于失业。 三分球是他的强项,但是持球突破,防守对抗方面比较弱,新赛季能否证明自己在联赛站的助脚,靠的是实力而非人脉关系。 深圳南篮能否限制住辽宁南篮的后卫线? 本场对决辽宁南篮莫兰德和张震林缺阵,双方阵容对比上,辽宁南篮唯一的优势就是在后卫线上。 而恰巧深圳南篮现在的本土阵容神子杰,股权,周鹏,赫西宁首发阵容也相当豪华,后卫是最大的软肋。 所以辽宁南篮想要拿下深圳阵并非一事,郭艾伦和赵继伟的发挥至关重要。 深圳南篮休赛期的封线阵容方面大力不强,球队引进了王牌封线周鹏,还签下了李金龙和赵燕满,再加上队内拥有贺西宁和顾全。 球队新赛季的封线阵容深度不输辽宁南篮。 在内线方面,深圳南篮拥有赵一鸣,沈子杰,萨林杰,而姚宁南篮只有韩德军和刘燕宇,内线轮换实力明显不如对手。 深圳队内线沈子杰和赵明毅都是要身高有身高要力量有力量的强人,而姚宁队的内线过往主要依赖韩德军, 但又老了一岁的韩德军在沈子杰和赵明毅的年轻面前早已显得力不从心,而辽宁的年轻内线如刘燕宇,吴昌泽,王化东, 卢紫杰等人根本就是实力不够,很难于审,赵两人对抗,顾在内线方面深圳队也会完胜辽宁。 郭艾伦,赵继伟,富豪经历国家队的比赛之后,调整之后已经与球队完成了会合,在季前赛的比赛中,杨宁也不会让主力球员出战太长时间,还是会给年轻球员更多的机会。 对阵深圳南篮这场比赛,辽宁南篮的杀手锏就是赵继伟和郭艾伦这对于双子星组合,在对位方面,深圳南篮本土后卫无人能够阻挡,在内线和封线没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杨宁在开局只能依靠后场的优势来寻找解决办法。 由于深圳南篮主教练王建军因为身体方面的原因没有随队出战,辽吉明帅吴庆龙将会担任球队代理主教练,值得一提的是,吴庆龙和杨明还是师徒关系,这场对决,师徒两人之间的斗法也是非常值得关注。 辽宁队主教练杨明尽管去年代队获得了CBA的总冠军。 但其执教能力并未获得大多数球迷的认可,因 为杨明是在有蒋老爷子的出谋划策,对手严重减缘的情况下带队获得冠军的,并不能就此说明他具备冠军教头的实力。 而深圳队的王健军带领深圳队多年,虽没有取得很好的一成绩,但在深圳队近润多年,执教经验非常丰富,故杨明有处出茅庐的朝气,王健军亦有经验老到至稳重,此番二人斗法应该是不分上下的。 这支深圳南篮相比较上赛季而言,阵容实力再次获得提升,可以说是今非昔比,辽宁南篮在面对这样一支阵容实力不俗的对手时,必须要做出一定针对性的调整。 另外,吴庆隆指导之前就职教过深圳南篮,对于球员的技术特点还是比较熟悉,杨明要想轻松击败对手绝非易事。 由上可见,在上面六个方面的比较中,深圳队有四个方面占优,而辽宁队只是在后卫线上一个方面占优,因而若无意外,该场比赛深圳队将会大比分胜出,为新赛季打响第一枪,其结果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拭目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